大家好,我是Stan 女团Puburger成员Yu Zhang宣布退团了 4月12号,Puburger透过官方声明表示 随着与韩国华纳音乐的合约期满 我们已经共同协商结束了独家合约 感谢华纳音乐在此期间的努力和支持 Puburger在2023年与韩国华纳音乐签订了专属合约 去年8月,他们重新出道发行了单曲Wolmertime 但随着专属合约的到期 Puburger将在新成立的Puburger Company下 开始展开新的活动 但是成员Yu Zhang决定退团了 Puburger官方表示 有一个令人遗憾的消息 经过深思熟虑后 Yu Zhang决定结束作为Puburger的活动 其他成员也尊重了Yu Zhang的意见 我们对长时间作为Puburger成员的Yu Zhang 表示衷心的感谢 Puburger未来将以三人体制继续活动 而Yu Zhang也在IG发文 向粉丝们告知 以后会以个人进行活动 Puburger中不是Yu Zhang的粉丝最多吗? 怎么办? 粉丝们其实从很早以前就知道了 像是上传录音室的照片 只有Yu Zhang不在 而且最近的活动也只有三个人轮流出席 之前Yu Zhang不也是考虑很久后才决定重新加入的吗? 不管怎样 希望大家都能一切顺利 下个消息是 目前出演Numre有王的Apink Pumi 和Stacy的制作人Black Eyed Piston的Lado 承认恋爱了 4月23号 第一社报道了Pumi和Lado 自2017年4月以来已经热恋8年的消息 Apink的第三张正规专辑的主打歌 Negatrice together 是由喇多作词作曲及编曲 这首歌成为了两个人的爱情桥梁 Pumi和喇多各自的经纪公司也向媒体表示 透过于本人确认 两个人正在保持良好的关系 由于这是一人的私生活 希望能理解我们难以提供更多信息 而Pumi也在IG发文 向粉丝们道歉了 虽然有点惊讶 但我们不会伤心的 很高兴你们能相处的很好 只要能幸福就好 他们悄悄的交往了8年 到最后还在照顾粉丝 真的太温暖了 希望Pumi永远幸福 你们一直安静的交往 没有任何杂音 即使我不是粉丝也感动了 祝福你们 愿你们永远幸福 希望Pumi永远幸福 那都也是 下个消息是 New Jays 搜索厂牌 额朵企图逃离海捕的情况 逐渐浮出水面了 今天根据世界日报 独家获得的文件显示 文件中5目标章节 明确写道 让海捕无法触及我们 以及最终逃离海捕 让海捕无法触及我们 一直拥有20%股份的额朵 取得了可以施压 海捕的内部资料 最终脱离海捕 则被解释为 实现经营权独立 实际上 据知情人士透露 与米尼锦代表 关心密切的Amo 在今年初 转折到额朵之前 下载了大量的海捕信息 据称 他在转折后 也下载了公司的 财务结算信息 如果这些信息被外泄 则可能构成一具 反不正当竞争法的 商业妨碍行为 属于严重犯罪 海捕方表示 通过电脑信息日志记录 确认了这一事实 海捕在前一天 发现此公司 额朵的管理层 试图夺取 精英权的情况 并迅速启动了 检查权 与此同时 额朵的代表 米尼锦 反驳了海捕 关于他试图夺取 精英权 并应该辞职的指控 米尼锦代表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我从未试图 像海捕所言的那样 夺取额朵的精英权 我拥有18%股份 怎么可能实现 精英权夺取呢 没有拥有80%股份的 海捕的同意 额朵想要从海捕 独立也是不可能的 其实是额朵要求海捕 在24号之前 对内部高发汉 意义提出表态 结果反遭攻击 如果动机是钱 就不会进行 这样的内部高发汉 意义提出 海捕似乎是想要 把夺取精英权 设定为框架 已经有了像 5050事件的前列 不是吗 我不会做那种愚蠢的事 我们来看一下 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护航明年金的粉丝们 这个也护航看看 太傻眼了可可 如果在立场文之前 先看到这个的话 我也许会不相信 但是这和昨天发布的立场文 语气真的太像了 真的有公司 会那样写文件吗 如果我们团队那样写了 拿给我看 估计会被狠狠的骂 撇开内容不谈 那文章本身就太糟糕了 让人感到困惑 明年金确实表示 他从未试图夺精英权 而且也有可能是 还不为了将明年金 赶出去而制造这种情况 所以我决定先保持中立 所以对于媒体独家公开的 明年金内部文件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